张合社区先前因为疫情关系停顿 目前社区也正式重新开课 而为了要促进长者健康 并且培养更多兴趣 此次特别开办西洋谷课程 并聘请专业老师林素勋前来指导 协会理事长洪昌渠 感谢老师的用心 为社区增加丰富多元课程 谢谢我们的素勋老师 相当的用心 也很辛苦 超级这班都有年纪 很辛苦 要一起去做 老师都没有很辛苦 练这个西洋谷是很棒的 可以练习我们脑力激动 还有手脚都可以灵活的运用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 尽量来参与我们的西洋谷队 平常我们大家这样练习的都很快乐 张河社区目前有许多丰富多元课程 其中这次的西洋谷课程 希望借此让长辈练习脑味激荡 更能够运动手脚 也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 一起来到社区学习 有机会我们会带着我们这般的西洋谷 到外面去表演 那希望这些长者 来踏西洋谷之后 让他们生活上 有一点寄托说 这西洋谷也是要用头角 手脚也要叮咚 所以对他们长者的话 真的是很有帮助 来参与的社区长辈们 在老师以及音乐的带动下 跟着舞动敲打乐器 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也能够培养兴趣 相信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能够乐活他们的身心 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 记者曾光佑 南投市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